你是怎么决定把这个房子租给我 你是第七个来找我的 我的幸运数字呢 是七 还有啊 你给我的资料里面 把你所有的绅士写得非常地清楚 我投简历的时候 都没写得这么清楚 就是 那为什么这个房间 房租为什么这么便宜对吧 因为你住的房间是我妈的房间 你可能偶尔会碰到她 那阿姨搬走了 不是吧段叔啊 又没带钥匙啊 最后一次 我就不换鞋了啊 不换鞋了 这 这是谁啊 租客小易 隔壁段叔 您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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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我一下说 都是邻居 有什么事情尽管吩咐 别客气啊 好嘞 好嘞 谢谢您 谢谢 你这么快就把你妈房间租出去了 也好 免得处境 伤情 我现在过去了啊 别怕啊 要是回来也不是来找你的 段叔 要不然你赔把钥匙放我们家吧 别隔三差五爬了 我早就说过 您嫂子小心眼我都不说了 还是爬比较方便啊 是吧 叔 你快下来吧 太危险了 没事 都怕我几身伺了 危险什么 警察啊 叔 六点 出事了 出事了 你妈突发心梗了 我们得去医院路上 你赶紧过两行情况不太好 人民医院 人民医院 人民医院啊 说行 行 行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你是家手的 交费去 大佬 交费 大佬 怎么摔得这么严重啊 段叔从榴莲家阳台上摔下去的 你怎么会从榴莲家阳台摔下去啊 你问我啊 你把我钥匙拿走了 我怎么进家门 那你就进他家的门啊 不是 什么意思啊 之前一直很顺利的 今天怎么就失手了呢 之前 你到底去他家爬几次了 行了 说话怎么那么难听啊 不是 你 再怎么说也是我把段叔送到医院的吧 人家刘连好心叫救护车把我送到医院 你快点谢谢人家 我 你快谢谢人家 谢谢啊 快点 酒费啊 回家 比刚刚还在做饭呢 我才是家属呗 谁要跟你抢家属 看什么看啊 我喜欢小鲜肉 旁边的女人是谁啊 榴莲家租客 所有的邻居都不喜欢他们家人 你对他们真的挺好啊 我买了两张现代舞的票 你感兴趣吗 要钱吗 请你看 当见面礼物 那我隆重出席一下 什么这种啊 这缩要怎么那么长 你不会要把我卖了吧 你今天穿得跟这个场景好搭哦 对不起 我是一个演员 被人放鸽子了吧 你约的吗 应该是个男性 你怎么知道 你看这灯光就知道 跟主题酒店似的 我觉得吧 下次啊 就买两张电影票 你很懂男人 完全不懂 电影票便宜啊 我是觉得吧 看什么 对于男人来说 不重要 那你是不是觉得 约会的时候 考虑自己喜欢什么更重要 你觉得呢 快开始了 这一刻 我感觉到自己 无法控制的 一步步走向武池 充满生命里的东西 永远对我有着致命的吸引力 你才没见过 我放下来 我得很多 我不是在那里面 你把这放下来 你把这牧羊集成啊 我依然就对我 太太太太了 我依然就止了 你 真是不得了 你将会 你好像你的外国 为了爱 为了理想 奉献特技的人生吧 是几个意思 这是表演的一部分吧 实现了艺术吗 这个世界不是不完美的 应该是用了布莱西特的剑离手法 让观众在某些时候跳离情境 反观自身 不 每一个瞬间世界都是我 你这么说我就懂了 我觉得就是说 人生有高光的时刻 就有逃避的时刻 不 看到逃避到什么时候 所有的儿童 都是潜在的老人 所有的阴魂 站在身上都带着死亡 所有垂死的人 必须要获得 有我的功力 那些人根本就不懂艺术 那些人根本就不懂艺术 都是来看热闹的 最后你是怎么摆脱他们的 戈文达 这个世界不是不完美的 也不是在沿着一条漫长的途径 逐渐向着完美发展 不 每个瞬间世界都是完美的 每一个罪恶在它之中 都携寒了恩寿 所有的孩童 都是潜在的老人 所有的婴儿 在他身上都带着死亡 所有垂死的人 必将获得永恒的生命 黑色的文字 还没有的文字啊 你还读个这么缥缈的东西呢 你也喜欢读书吗 当然不了 打个书就想睡觉 那你能记住也很了不起啊 就这一段 背了三十年再背不下来 那我成什么了 你是画家吗 我看你家里挂了好多画 我是房东 我以前啊 是个养不起自己的一个插画师 后来没办法为了生活 去了一个广告公司 做一些无聊的设计 人要追梦都是很贵的 而且还有现实的生计要维持 我觉得这也不能算是不得已吧 找到一种平衡就好了 那你找到自己平衡了吗 我吗 我觉得应该是 刚刚打破了一个平衡吧 你看看这沙发 真不错啊这颜色 还 搬回家吧 不是人家丢掉的吗 那怎么了 对于别人来就是废物 对我们来是宝物呢 你 你别躺在上面啊 这上面说不定 全是灰山霉菌呢 而且我看你家也挺干净的 这也不合适吧 榴莲 你还想把他搬回去 好 做梦 别再碰他了啊 就不 太心事了 那如果你实在喜欢的话 就咱俩肯定也搬不动 我明天找个工人来把他搬了吧 为了爱 为了理想 放下自己的人生吧 搬不回去 说得对 明天再说 走吧 走走 来 你不用这么小心翼到 这也是你暂时的家 我就是怕影响到你 如果影响到我 我会告诉你的 我就这样住进来 会不会有点冒犯 她没有死在家里 这里不是凶宅 放心吧 我妈呢 是叫健康保健的 不管是在生理上还是心理上 都是极度洁癖 所以房间很干净 您母亲去世了多久啊 你猜 今天是她的头七 你就乖乖待在房间里不要出去 你叫什么来着 我叫一组竹 一组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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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链鱼跟沙丁鱼一样 老爸 你知道黏鱼效应吗 我妈大概就是我生活中的黏鱼 我可能是刚搬来这女孩的黏鱼 我俩不像是一个世界的人 我俩不像是一个世界的人 我俩不像是一个世界的人